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去他们这个店太多 但是呢它这两个产品因为是手工做的 我当时第一期看见呢就觉得非常漂亮 所以呢一直我在留意着他们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饼牌的话呢也不急这个价钱 所以一直没有买 不过因为一月份嘛我也说过呢 它比那个Boxing更要便宜 所以它的价钱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件 这个衣服的话呢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想加钱来说呢 虽然现在也不算什么便宜 但是呢我觉得还可以 而且是因为第二件的裙子 所以我就好像打算了买一个set 所以就买了 这个衣服的话呢不过手工真的挺不错 虽然它不是两面也有有pattern 只是一面 但是呢它在那个shoulder的位置呢 如果你有什么wear一个strap或者什么的话呢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跟你购注的 所以呢我觉得它的手工性是实在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它是189块 然后呢因为它最后做特价 然后呢Claude Monaco的话呢 它做的它是特价在另外再半价的 所以呢我买回来是75块钱 不过为何我说它其实不算是最便宜 所以如果你看见我Burberry 你就知道有时候Burberry也差不多价钱的 而第二件的这个裙子就是这个highlight 我为什么会买这两件东西呢 如果你看它是前后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手工 如果你可以翻开去后面呢 其实真的挺复杂的 一买的时候当然呢它有很多件是有一点点的破爽的 但是呢还可以它有给我们一些extra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习惯 第一眼看见已经在很远的地方 我一进去那个店其实已经看见了 所以我很memorable这个piece 它的原价是250元 然后因为它做特价到200元 然后另外再半价 所以呢我买的时候呢就是99块钱 好吧这样就结束了我这一次在Clamonaco的买两个手工饼的一个介绍 我希望你们喜欢 Until next time everybody MING PAO CANADA